第六十字幕 第六十字幕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寧樂宇、洪飛、莊諾陳和韓少幾個 在一間荒廢的道官裏面 撞到一個年輕道隱 武功是深不可測 只用眼神便可以殺敵 那個年輕道隱說 要摩歸行 要摩去死 寧樂宇他們男兒傲氣 又豈能就範 雙方的大戰一觸即發 那個年輕道隱的氣勢 好像泰山壓頂一樣 不停迫在四個人身上 莊諾陳、洪飛、韓少 運起內功奮力抵抗 而寧樂宇整個人已經被氣勢壓到差不多 趴在地上 只是用兩隻手撐著地面 苦苦支撐 只見寧樂宇咬住牙 逐字、逐句說 就算是死 亦絕不能跪著 那個年輕道隱冷笑一聲 你也挺硬正的 如果我一定要你跪著死 你又可以怎樣 一說完 他那股恐怖的壓力又增大一分了 只聽見啪一聲 聲音很輕 寧樂宇的身體突然一歪 右臂一陣劇痛傳過來 很顯然 右臂已經被壓力壓到斷了 寧樂宇痛 但他很硬頸 這個時候的他單膝跪地 右臂雖然折斷了 但仍然用右手的手肘拼命頂住自己 始終沒有跪下去 那個年輕道隱滅滿面輕滅地望著寧樂宇 有時冷冷地說 哼 死撐有用嗎 我看看你還可以撐得多久 韓少這個時候就大叫 你要殺就殺 何必這樣折磨我們呢 雖然 韓少、洪飛、莊樂陳他們 在這個年輕道隱的氣勢底下 抵鬥了異常艱辛 根本沒辦法幫到寧樂宇 但見到寧樂宇被人這樣造成 他們都看不過眼 而寧樂宇這個時候 雖然已經是半趴半跪的狀態 但頭髮仍然都是按到高一高 兩隻眼挖緊那個年輕道隱 雙眼好像要滴出血一樣 如果我不死 下一次見面 死的一定是你 下次? 哈哈哈哈 你以為你們還有機會可以生存嗎? 還會有下次嗎? 那個年輕道隱的語氣 照舊得是陰冷無比 但這個時候 他被寧樂宇那些怨毒的目光挖到實 心裡竟然有一點點怯 他心想 玩夠了 是時候要斬草除根 而正在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 有一些清脆的腳步聲就響起身了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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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那些腳步 不快不慢 但聽得出是很堅定的 年輕道隱的心裡 不由得打了個突 這個時候 在這個通仙之寵第三層 居然還有其他人 而接下來 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就響起身了 是嗎 他們真是必死無疑 陳某有點不多相信嗎 嘩 這樣的語氣 這樣的康調 追風陳空 終於慢慢地出現在眾人的面前 看到陳空 那個年輕道隱的面色大變 是你 你怎麼這麼快就來到這一層 陳空淡淡一笑就說了 妙道友有禮了 難道你以為 憑你手下那群傭 真的可以把陳某留在第二層 停了一停 陳空又說了 不過 你還算有幾分本事 竟然可以找到十八個黃街高手過來 如果是三十年前的話 陳某可能真的會陰溝翻船 遭你暗算 那個年輕道隱這個時候 臉色就平復回來了 哈哈哈哈 就算我手下搞不定你 那又怎樣 三十年前 你都已經不是我的對手了 何況今時今日的我 陳空又沒有理他 話風一轉 妙空子 這麼多年來 你利用通仙之寵 應該都撈到不少好處了 喔 那個年輕道隱叫妙空子 他聽到陳空這樣問 微微吃了一驚 苦笑著說 哼 你都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很難瞞得過你了 陳空聽到妙空子這樣回答 就是默認 臉色一變 他大聲說 妙空子 你可知你所做的這一切 比上面得知的話 有什麼後果 你難道不清楚嗎 妙空子的神識就很輕鬆 哈哈哈哈 陳兄 這些事就不勞你費心了 我既然夠膽做 肯定早就已經把其中的原由 想得很透徹了 更何況我都只不過是聽命行事 出了事 自然有上面的人擋住了 陳空就冷笑一聲 哼 既然如此 這一切 陳某已經知曉了 你以為可以瞞得過去嗎 妙空子也都嘻嘻大笑 哈哈哈哈 原明修仙境八大中門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有多少中門牽涉其中 每年通過通仙之寵 進入到俗世的修行者有多少 又有多少前輩的子孫後代 通過通仙之寵 入到修行界這一切 你又知不知道 那個妙空子看著陳空 語氣緩和了一點 陳兄 我建議你 有些事知道了 最好就裝不知道 不要惹不必要的蘇州史 最多 我得到的好處 和你對分如何 陳空聽到那個妙空子這樣說 忽然之間有點慈疑 他強行忍住心裡面的慾望 就跟妙空子說 妙兄 你應該都清楚 過了今年 陳某就正式進入中門之內 你說我會不會為了眼前這一時好處 而放棄大好前途呢 妙空子聽到陳空這樣說 哦 應該談判就破裂了 他哭了一聲 陳兄 你不要敬酒不飲喝佛酒 我和你好相語一點 你真是以為我不敢動你 陳空微微一笑 妙兄這樣說 看情況 我們確實只能手下見真章 陳某都想見識一下 三十年來妙兄有何掌進 妙空子又是在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雖然經歷了三十年 你都已經進入到先天地界 但你不要忘記 三十年前 我早已經是先天地界了 一邊說 妙空子手上一番 一條黑色的光芒一閃 一面黑氣沉沉的大番旗就憑空出現了 只見妙空子雙手發決一裂 對著那面番旗輕輕一指 低渴一聲 去 那面旗上面即時黑氣滾滾 化成一團詭異的黑雲 就向著陳空急捲而致 而陳空淡淡一笑 抹大口 一道粉紅色的光芒脫口移出 那點光芒迎風張大 刹那之間化成了一把三象幾場的大劍 向著那堆烏魂的劈迫去 雖然那團黑雲望上威力無窮 但輪到威力反而是粉紅色大劍稍勝一籌 只見那把大劍來回幾下直劈 那些黑雲瞬間就煙燒雲散 重新化成那支黑番旗飄回來地上 不過看真點 那面旗已經劈到粉碎 只剩下光秃秃一枝番桿 妙空子見到這樣的情勢 臉色大變 你…離別劍? 想不到這些陳家竟然把這種寶物交給你 沒錯…正是離別 想不到妙兄都見識不凡 識得此物 陳空一邊說 動作沒有停 雙手劍決一忍操控著離別劍 又向妙空子劈過去 妙空子面對著離別劍來勢洶洶 他反而又不方不亡 哈哈哈哈 就算你有離別在手又怎樣 你以為我真是奈你不賀? 一邊說 他雙手連回 忽然之間一青一黃兩度光芒 就騰空而起了 青色的是一把劍 黃色的是棉鏡 在鏡裡面 有一道黃色的光 猛然間射出來 竟然將非遁而至的離別 定在半空之中 而那把青色的長劍就突然加速 對著陳空射過去 見到自己把離別劍被人定在半空當中 陳空都猛然一驚 飛退幾丈 定神鏡? 你竟然有此等法器? 一邊退 陳空手上又多了一面精緻小巧的盾牌 他將盾牌的決手飛出去 擋住那把青色長劍 各位 欲知後視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集 孤注一閘五雷轟 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在道觀裡面 面對著那個年輕道隱的威脅 凌諾與他們幾個選擇寧死不寒 就在千鈞一發之間 追封陳空 終於來到這個通仙之寵的第三層 原來他和那個年輕道隱廟 是認識的 而且是老對手來的 雙方一言不合就趕手 短兵雙接一回合 陳空的離別劍稍稍佔上風 只見那個年輕道隱廟空子 很輕密地笑一笑 嘩 就算你有離別在手又怎樣 你真是以為我奈你不合 跟著雙手連回 一青一黃兩度光芒 騰空而起 青色的是劍 黃色的是面鏡 在鏡裡面 一道黃色的光芒 猛然射出來 竟然將飛頓而至的離別劍 定在半空當中 而那把青色長劍 速度猛爭 就向陳空射過來 見到自己的離別劍 被定在半空 陳空也猛然一驚 定神驚? 你竟然有這種法器? 一致說 陳空的身形急退幾丈 守一番 一面精緻小巧的盾牌 就脫手飛出 去擋住那把青色長劍 話說陳空和妙空子戰鬥期間 妙空子私家被寧樂宇 他們的壓力就肇然消失了 寧樂宇、洪飛、莊樂陳、韓少 他們幾個馬上後退 退到遠一圈 他們離遠看著陳空和妙空子 戰鬥的一幕幕場景 想起仙頭幾個 竟然不知天高地厚 還想著跟妙空子拼命 不由得都倒吸一口涼氣 很強 他們真的很強 竟然個個都神通不少 我們再看看戰場入面 這個時候陳空已經明顯落於下風 他那把離別劍 還是被定神驚定在半空當中 看樣子一時三刻都很難脫困 而他那面盾牌已經是遙遙的 看來都擋不到那把青色長劍多久 那個妙空子手裡綠光一閃 竟然有一隻碧綠狐魯佬 雖然在手上 只見他發決一臉 那隻狐魯騰騰空飛起 紅紅的烈火擊射而出 就捲向陳空 陳空見到那個妙空子手下 這麼多花款 心裡不由得一驚 這個妙空子三十年沒見 何解這麼多法器 難道這些就是所謂放那些人通行 撈到的好處 唉 自己現在只有兩件法器 一件被困死了 另外那面盾牌也危危負了 唉 怎麼算好呢 難道真的要用那樣東西 陳空為什麼這麼猶如不決呢 因為 其實他現在真正的實力 已經達至先天至景的天佳 但是 他所想的那樣東西 就算以自己天佳的實力 都只是動用過一次 而且用完之後 一個時辰之內 只能夠任人載割 不過沒辦法了 現在十萬火急 只能夠兵行險著 唉 可惜 就算我自己隱藏的實力 都高妙空子一階 奈何自己可以用的法器太少了 唉 唯有破釜沉舟在 陳空暗嘆一聲 微微咬咬牙 手腕一轉 一張黃色符咒 就出現在陳空的手上 這張符咒 有追開故事的朋友應該還記得 就是陳空 從丁孔手上得到的 五雷符 這張五雷符 雖然威力驚人 不過 或者因為妙空子知道 自己根本沒有足夠的實力可以用到他 所以得到這張符咒之後 他又賞賜給丁孔 以丁孔區區先天皇家的實力 如果真的要用到這張五雷符的話 肯定就實死無生 而且只能夠發揮五雷符十分一的威力 不過這張五雷符 由陳空施展 威力就完全一樣 以他天佳實力 至少可以發揮出五雷符八成威力 不過 是把雙刃劍 用完這張符咒 陳空的身體會處於一個虛弱的狀態 持續成一個時辰那麼久 陳空這個時候 就眼裡殺氣好成啊 哼 我能夠動用這張五雷符八成的威力 對付這個妙空子 以言足矣 只不過 務求一擊必中 我一定要找一個好的時機 萬一這張符咒發出去 被他避開了的話 那我們這邊五個人 就真的只能閉目等死了 一邊思索 陳空的身形也沒有慢 一邊閃避火焰的同時 又慢慢地向妙空子接近 距離 有十張 五張 近到一張 已經不夠一張了 就是現在 陳空一聲大喊 左手抓穩的五雷符 右手吃中兩指 輕輕一點 那張五雷符就化為點點金光 飄散在周圍的空間當中 糟了 妙空子這個時候 明顯感覺到周圍空間異常的零力波動 他大驚失色 即時向後飆開幾十張 他的動作不慢 不過根本沒有逃脫到五雷符的攻擊範圍 五條好像孩子手臂那麼粗的天雷 就像那些導向飛彈一樣緊緊地鎖定妙空子 妙空子這個時候已經掉頭跑了 一邊跑 他就感受著追擊在自己背部的雷球裡面所蘊含的恐怖威力 他害怕 五雷符 陳空他竟然用到五雷符 他不經自己反誓嗎 為什麼五雷符的威力會這麼強 難道他已經突破了天界 這張五雷符是經他手送出去的 五雷符的威力大到怎樣 他自己是最清楚的 只可惜 以他妙空子地階的實力 如果要動用五雷符的話 不死都一身散 所以他才把這張這麼珍貴的符咒送給丁孔 以為不時之衰 五雷符一經發動 根本秘無可避 不要說他只不過是先天地階的修衛 就算是足機有成 成為真正的修行者 對五雷符的威力也尚且顧忌萬分 唉 真是一室捉成千古恨 想起如果不是因為自己送了一張五雷符給丁孔 現在自己也不會陷入這個必死之局 真是捉蟲入米缸 妙空子都知道自己大勢已去 最後只能發出一聲慘叫 只聽見 砰砰砰砰砰砰砰 什麼叫五雷轟頂 現在就是五雷轟頂 震到整個地面好像地震一樣 這麼猛烈的雷轟底下 廟空子當場灰飛煙滅 好了,一場戰鬥終於結束了 陳土慢慢消散 一切重歸寧靜 雖然經過這一役 寧樂宇受傷很重 連隻手都斷了 但他仍然強忍著身體的傷痛 很艱難地慢慢站起來 看著周圍發生的一切 也難怪他這麼硬 長年飽受九陽絕密的折磨 雖然力經痛苦 但同時也培養出他那種堅定如鐵的意志 病痛可以忍 傷痛一樣可以忍 而身邊沒有多遠的地方 莊諾陳、洪飛、韓少他們幾個 雖然都是整頭灰 不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再望向沒有多遠的地方 有一個身影 盆室坐在那裡 兩隻眼眉眉眉眉 正在那裡很辛苦地喘氣 那個就是陳空 各位,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集 執子之手赴仙景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陳空和妙空子這場 好像神仙打架的戰鬥 最終以陳空運用他先天天佳的功力 行使五女符 炸到妙空子當場灰飛煙滅 不過陳空也不好受 一個時辰之內處於一個虛弱的狀態 此刻他正盆室坐在地上 兩隻眼眉眉眉眉眉 喘氣喘到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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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喘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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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陳空這個時候調色了一段時間 慢慢地睜開眼睛 看著寧樂宇幾個 有氣無力地說 唉 有勞令公子掛心了 陳某還未能死 你們幾位沒有大礙 停了一停 陳空又說 陳某要恭喜幾位 穿過這座大殿 幾位都是羞恨之人 至於陳某自己 唉 莊樂陳紅飛對望一眼 就向著陳空深深地作出個憶 陳兄你的大恩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忘記的 如果陳兄以後有什麼需要兄弟幫忙的話 我們意不容辭 陳空只是微微笑不再說話 一切都結束了 這裏就是終點 凌樂宇呢 失魂落魄地望望道貫的大門口 一切都結束了 都結束了 紙碟呢 難道 啊 是啊 這裏是終點了 紙碟沒有出現 他多希望這個時候 也可以看到陳紙碟的身影 哪怕只是望一眼也好 至少證明他心愛的女人 還在人世 是 不過 道貫前面呢 仍然都是雜草重生 空空如也 此情此景 凌樂宇 有時想起 進入通仙之寵時的那一幕了 樂宇 你一定要活下去 等著我 或者 今生今世 凌樂宇都會清清楚楚地記得那一幕 紙碟 樂宇 勝命還在 還在等著你 你究竟在哪裏 唉 得此殘驅 依人已世 沒有了紙碟 自己留回一條命 在這個世界上還剩下什麼呢 這個問題 凌樂宇之前從來都沒有去想過 也根本不敢去想 看著凌樂宇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陳空 就知道他心思了 他笑著說 哈哈 凌兄 你在想什麼 要不要陳某幫忙 凌樂宇 看著還在地上猜氣的陳空 他就嘆了一口氣 唉 說了 你也幫不上忙 是嗎 真的不需要陳某幫忙 好 寧公子 不妨跳望窗外 說不是 你想見之人 想遇之事 就在外邊呢 陳空照舊到一副爺魚的神色 就笑凌樂宇 凌樂宇有些張信張疑 叫韓小扶著他 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到道觀門口 向外面遠跳 至於見 他們剛才通過的那條吊橋上面 有一個白色的出塵的線影 正慢慢向這座道觀走過來 沒錯 就是他 是秦子蝶 指蝶他沒事 凌樂宇這個時候 真是激動萬分 他禮手拼開扶著他的韓燒 就向秦子蝶跑過去 只不過 顯然他低估了自己身上的傷勢 走了沒有多遠 一聲就跌在地上 慢慢走過來的秦子蝶 顯然也發現這邊有聲響 接著 他又看到自己的招絲冒想 此時此刻 在地上跌到一扣一扣的凌樂宇 秦子蝶也加發了腳步 很快就來到凌樂宇身邊 慢慢地扶起來 紫蝶 樂宇 簡簡單單的一聲稱呼 卻勝過千言萬語 唉 大庭廣眾公然放閃 韓燒都轉頭 都好會做 虎少主就退回到道觀入面 紫蝶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擔心你 我怕我永遠都見不到你 樂宇 我也是 戀人之間的話題 永遠都是旁觀者 覺得枯燥無味 但雙方卻落在其中 因為枯燥無味的話題中 亦飽含心情 這一個是心與心在接近 一對戀人久別重逢 想說的話 真的說都說不完 不驚不覺 陳空聲響起來 打斷兩個人的狼情切意 零公子 紫蝶姑娘 有什麼話 留待以後再說 正所謂來日方長 你們兩位 已經計斷不斷地說了三個時辰 零樂宇 巡紫蝶丹哥的頭 好不好意思地看一看陳空 啊 都已經三個時辰了 這麼快 這個時候 莊樂陳和洪飛他們都走過來 零兄 紫蝶姑娘 陳兄已經恢復多時了 就等兩位起程 看兩位談得這麼投入 不忍心打擾你們 巡紫蝶的臉又微微一紅 那我們走吧 好 我們出發吧 說完 陳空就當先帶路 一行人穿過大殿 直不斷地向前方走過去 離開了大殿之後 前面就有一個很憂心的懸崖峭壁 洪飛稍微打出個突 陳兄 究竟通往修行界的通道在哪裡 難道不在大殿裡面 陳康微微一笑 諸位 跟著我走就是了 說完 他一腳踏向那個懸崖 喘了一聲 整個人不見了 見到陳空憑空消失 一班人微微有些心驚 不過大家都知道陳空不會煽自己 亦都沒有再猶豫了 一個接一個就走上去 寧樂與巡紙蝶相視一笑 彼此雙手雙牽 此時此刻 誰知道你是懸崖峭壁還是萬丈深淵 他們都無所畏懼 雙雙就邁向懸崖上面的虛空之中 閃眼之間 眾人身處的場景就變了 深深吸一口氣 嘩 空氣很清新 泥土的清香夾襲著淡淡的花草味道 真是滲人心疲 令人心曠神異 這裏 就是玄冥修仙境 寧樂宇慢慢睜開眼睛 看著周圍的一切 青山綠水 所有的一切看上去 都是這麼靈氣逼人的 在草地上面 灌木叢裡面 時不時都可以看到 很多小動物在那裏穿梭 沒有多遠的地方 有一隻通體雪白的兔子 睜開眼睛 看著突然間出現的寧樂宇 他們一行忍 或者他感覺不到 寧樂宇他們有惡意 只是看了他們幾眼 又繼續跳跳紮地 跑到另一邊的青草地 睜開眼睛 就開始吃草了 寧樂宇看了一會 覺得自己手上 還牽著紙蝶的手 還是這麼暖 這麼滑 巡紙蝶這個時候 也睜開眼睛大一大 看著四周陌生的一切 而在身邊沒有多遠的位置 莊諾陳和洪飛他們幾個 同樣觀察四周圍 時不時都會讚嘆幾句 就是這樣 在踏出懸崖的瞬間 場景已經變換成他們身處的空間 唯一沒有動的 是陳空 或者 對於這裏的一切 陳空早已是熟悉至極 而陳空這個時候突然開口說 諸位請稍待片刻 我已經發出訊息 馬上就會有人來迎接你們 稍微遲了一會 洪飛開口問 陳兄 是什麼人來迎接我們 可不可以透露一疑呢 陳空就苦笑一聲說 歷年來 通過通仙之寵 進入元明修仙境的人 都會被這裏的幾大鐘門 直接收為核心弟子 我只是區區一名外門弟子 對中內的情形 亦所知有限 莊樂陳聽到陳空這樣說 就大喜一驚 陳兄 你這麼厲害 居然只是一個外門弟子 那他們的核心弟子 究竟有多強 陳空就靈一靈頭 具體他們的實力如何 在下也不清楚 不過 一個普通的核心弟子 對付像我這樣的對手 幾十個應個問題不大 嘩 一個核心弟子 對付幾十個先天天佳的高手 厲害到這樣 幾個人你眼望我眼 都不敢倒吸一口涼氣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集 各入中門開新片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 凌樂宇和秦子蝶這一對戀人 經歷千辛萬苦 終於可以相逢了 而緊接著在陳空的帶領下 一班成功闖過通仙之寵的武林人士 便來到圓明修仙境 而在這裏 他們有機會被幾大中門直接收為核心弟子 核心弟子之強 打個比方 同時對付幾十個陳空級數的高手問題都不大 嘩 厲害到這樣 一班人你眼望我眼 都倒吸一口涼氣 而陳空這時候也嘆了一句 唉 其實 你們都不必如私震驚 因為你們很快 也將會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唉 不說那麼多了 有人來了 都不知道是哪一宗的人才來呢 這麼快守 講講一下 陳空的面色忽然之間很嚴肅地看著前面 凌樂宇他們幾個順著陳空的方向看過去 咦 沒有人沒有物沒有離異常 凌樂宇就問陳空 哪裡 陳空用手一指 有人自天上來 順著陳空所指的方向 幾個人就看上去 只見天際之間 幾度紫光正飛速地向這邊飛過來 剛剛擔高頭望的時候 他們的距離還有幾十里 轉眼間幾度紫光 已經飛到凌樂宇他們頭頂了 紫色光光一閃 有幾個人就憑空出現在凌樂宇他們面前 只見是三男一女四個人 行先那個穿著一身青色的魚衣 是個中年人 他看了凌樂宇他們幾個 接著那四個人就找一塊空底坐下不出聲了 而這個時候陳空馬上走上前一抱拳 袁殺忠外門弟子陳空 拜見紫劍門各位前輩 那個青衣中年人 望望陳空 冷冷淡淡地說 你們袁殺忠的人 幾時到 那個中年人說完這一句 忽然之間有另一把聲就說了 被陳道友 想不到我們收到消息馬上趕來 還是讓被陳道友你遲一步 人未到 聲音就到了 隨著這把聲響起身 又有幾個人憑空出現在凌樂宇他們旁邊 今次這幾個是穿著黑袍 望上我們是空神惡殺的黑袍人 開口說話的 只是那幾個黑袍人當中最前面那個 那個青衣中年人的語氣 照舊都是冷冷淡淡的 簡老怪 想不到你們袁殺忠 竟然是你親自出馬 見到那幾個黑袍人到了 陳空馬上不恭不敬地上前行禮 袁殺忠外門弟子陳空 拜見檢長老以及諸偉前輩 那個檢長老似乎對陳空挺有興趣 你是我們袁殺忠的 陳空亂說 弟子小時候曾經有幸見過檢長老你一面 至今仍然銘記於心 那個檢長老似乎對陳空很滿意 他一邊抹頭一邊說 不錯不錯 竟然憑自己的實力 在世俗界修行去到先天天界 確實底子不錯 我回去跟掌門說聲 叫他直接把你收入內門 嘩 聽到檢長老這番說話 陳空真是歡喜到瘋 不過他面上照舊不動聲色退一邊 就在陳空和檢長老交談期間 短短幾句說話 竟然又來了幾班人 那個檢長老看一看周圍的形勢 就說了 猜不到八大中門 竟然有六大中門都來了 但是人只有五個 而且其中還有一個 並不是接受通仙令 進入通仙之寵的人 你們說 怎麼分呢 那個青衣中年人 被陳子開口說 都還是以前的老規矩 誰拳頭大 誰先選擇 這個時候 有另一個 穿著黃衣的青年 慢慢走出來 他不快不慢地說 這個通仙之寵 向來由我們萬妙谷 懸殺宗 以及海天閣三宗管理 一向都是由我們三宗先去選擇 那邊商 檢長老和另一個穿紙衣的女生 也同時走出來就說 沒錯 應該是這樣分的 那個被陳子冷笑一聲 哼 我不理你們怎麼選 反正 那個用劍的年輕 我們紙劍中就要硬了 誰反對的 可以上來和我切磋切磋 說完 他伸手指著莊樂塵 寧樂宇和莊樂塵 他們幾個互相對望一眼 領領頭就吞一口氣 唉 寧樂宇也說算了 是個打壞 剩下一個 莊樂塵 紅飛 韓少 秦子蝶 個個都在武林有名有姓 誰知道來到這個原名修仙境內 只能當成貨物一樣任人去選擇 都不知道他們最後如何商量 最終就確定了 寧樂宇就入原殺中 秦子蝶就去海天閣 莊樂陳紅飛 一個去了紫劍門 另一個去萬妙谷 就連韓少 都直接被黃沙谷收入門內 唉 剛剛才和秦子蝶團聚 馬上又說要離別了 寧樂宇也不由得心底下 一陣愁悵 可惜自己實力太差 亦沒有其他辦法 只能跟著那個簡掌佬離開 話說寧樂宇和簡掌佬走了一陣子 來到一片高聳入魂的山脈 團團魂霧環繞在山峰周圍 就在這個山峰四周 團團圍繞著幾十座大勢高矮不一致的山峰 就像眾星拱月一樣 就將那個主峰蓄勇其中 簡掌佬他們是飛過來的 所以亦都帶著寧樂宇飛走 在半空當中 簡掌佬指指最高的山峰 很自豪地向寧樂宇介紹 這裏就是我們原殺中中門所在之地 單論靈氣的濃度 我們這個五元峰 是整個原名修仙之境中數一數二 我們現在下去 寧樂宇只覺得自己的身一沉 轉眼之間 已經在山峰的山腳底下落地 山腳下面 洞著一塊幾丈高的平平整整的巨石 上面刻著原殺中三個大字 簡簡單單三隻字 但在寧樂宇眼中看起來 好像帶有無窮壓力一樣 有一種無窮無盡的氣勢 令人望而生為 而巨石旁邊 是一條用青石鋪成的山路 這個時候 已經有人向簡掌佬寧樂宇走過來 各位 欲知後視如何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